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482集 原先为在外面看热闹的人,此时一个个挺身而出,打着正义的名号,帮齐家和林家的人一同对付楚家的人。 如此一来,楚家人就有些吃力了。 总觉得这一招莫名的熟悉。 萧少蓉里在暗处,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莫名的笑了。 我说怎么熟悉,原来是燕北王妃对付天舞公主那一招。 只不过,当初纪云开始真的煽动了百姓帮忙, 可现在林齐两家的人却是让人假扮百姓趁机给楚家添乱。 要是王爷知晓,估计得气死。 要让他们家王爷知道麒麟两家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法复制王妃当日的举动, 肯定不会放过麒麟两家。 当然,他们家王爷现在也不会放过麒麟两家,太蠢了。 那么多人都躲在背后不敢露面, 也就是麒麟两家胆子大,敢与楚家当众撕破脸。 这种蠢的被人利用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 麒麟两家联手大闹楚家, 再加上暗装某些家族的帮助, 楚家人虽早有准备,却也应付得十分吃力。 看着打倒一批又涌出一批的百姓, 楚家人就是神经再粗,也发觉了不对劲。 我原先还觉得奇怪, 京城的百姓什么时候这么大的胆子, 连楚家的热闹都敢看了,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们。 好好好,好一个麟家,好一个奇家, 居然用这招对付我们楚家,真是有本事了。 这里的人一个也不许放走, 我倒是要看看有多少人想要我家少将军死。 我们家少将军出了事, 今天在场的任何一个人, 包括你们身后的人, 都等着给我们少将军陪葬吧。 楚家人并不笨, 略一想就明白了, 麒麟两家不过是被人利用了, 真正不要脸的是躲在这两家背后的人。 楚家人一想到这里, 就发狠了。 打,给我狠狠地打, 打死了算我的。 那些人不就是仗着他们楚家要名胜, 不敢随意打杀普通百姓, 这才让人假扮普通百姓前来添乱吗? 至于先前从他们面前越进去的书生, 想来是他们安排的杀手了, 也不知道里面的人能不能拦住那杀手。 楚家人越想越担心, 越担心下手越狠, 很快楚家外就一地的血, 连门口两端石狮也不放过, 全部被血染红了。 楚家人还真够狠的, 这事儿了啦, 估计楚家也要出大血。 暗处的萧绍容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不由地摇头。 不管楚家人出于什么理由把这些人拦住, 他们打伤打死无辜百姓都是事实, 这事儿闹到皇上面前, 楚家也不占领。 哎, 皇上果然是皇上, 如此一来, 不管麒麟两家最终有没有成事, 皇上都是最后的营家。 萧绍容似乎可以看到麒麟两家的惨状, 也可以看到楚家的衰败, 可是她无法阻止, 也阻止不了。 她收到的命令是关注楚家的动态, 然后保护王妃, 再多她做不了。 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也不是她能阻止得了的。 楚家人太冲动了, 他们得为自己的冲动负责。 楚家外打成了一片, 楚家内也好不到哪里去。 先前越过楚家防御, 直接窜入楚家的书生, 乃是银楼排名前三的杀手, 银楼壮元红。 和银楼十八学士不同, 银楼壮元红只有一个人, 且爱做书生打扮。 别看她文质彬彬的, 和银楼十八学士相比, 她指强不弱。 孤身一人杀入楚家, 面对楚家暗部的围攻, 银楼壮元红半点不惧地 丢掉手中的匕首, 取出她的武器, 书生笔。 书生笔有婴儿手臂长, 成人拇指般粗细, 笔身由黑铁炼制而成, 笔尖看着像是吸足了墨水的毛笔, 但实际上全是一根根细小的针。 这些针收放自如, 是杀人利益器。 若上面的针用完了, 只要轻轻一按笔筒, 就会有新的细针出现。 可以说, 银楼壮元红手上这支笔, 真正是杀人利益器, 就是楚家的暗部对上它, 也没有多大的胜算。 楚家不算小, 先前布置出来的医治房正好在楚家的中部, 外面的打斗声纪云开听不到, 可屋内的打斗声他却能听得一清二楚。 银楼壮元红一进来, 纪云开就知道了, 打了半天也不见楚家人把人拿下, 饶使纪云开再专心也不可避免会担心。 楚家人要是没有守住, 最终只会给他添麻烦, 他已经将楚浩胸腔打开了, 此刻伤处完全暴露在空气中, 他现在要小心地避开要害, 把楚浩伤处的腐肉清掉, 找出暗器所在。 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保持百分百的专注, 眼睛都不能眨一眼, 不然伤及了心脏和血管就不好了。 这个时代不能输血是硬伤, 要是楚浩失血过多, 即便他把楚浩的伤口处理好了, 楚浩仍旧会出事。 楚管师, 接下来一个时辰, 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我, 如果可以的话, 请外面的人出去打。 动手前, 纪云开提醒了楚管家一句, 他可以肯定, 自己不会受外面的打斗声影响,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现在已到了紧要关头, 一点意外都不能出。 我明白了, 王辉放心, 外面的事我去处理。 楚管师站在一旁, 看了近一个时辰, 他看到了纪云开精妙刀法, 也看到了诸葛小大夫用药之精准, 看到这两人默契的合作, 楚管师是真的服了。 他们家邵将军受伤这段时间以来, 可没少请明医前来为他们邵将军医治, 也有人出手为他们邵将军切开伤口, 引出浓血, 试图找出暗器, 可却没有一个人的手法, 有王妃这么精妙的。 王妃都把他们邵将军的胸腔打开了, 可除了前面的污血外, 几乎没有血流出来, 简直是叫人不敢置信。 看到这里, 楚管家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简单地说了一句, 楚管家就走了出去, 准备解决冲到内院来的贼子。 他前脚刚走, 萧绍容后脚就前了进来, 坐在屋顶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纪云开。 银楼出洞的杀手可不止状元红一人, 他不得不谨慎。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